今天吃鸡豆 特别好吃 基本上是我吃一吃完 它口头很少 然后它小鸡我们吃不饱 我最爱吃它的那还是它的汤 加上一口猪肚 它直接整个滚来喝 它干杯超丑的 没办法 大家那现在呢我带你们吃冻鸡肉 那冻鸡肉呢是你需要带我来吃的 然后他们的蓝瓜饼非常好吃 然后我点了他们的一个小鸡蛋 还有他们的西藏猪肚鸡 然后这一家餐厅呢是你少带我来吃 之前我跟朋友都会来这家给你吃饭 这家我倒是最最最最推荐的 就是他们的 糖果饼 糖果饼真的一定要点 因为糖果饼真的很好吃 还有他们的茄子豆角非常好吃 期待猪肚鸡 今天完全就是点给嘴唇的 因为我不太吃那个 我觉得嗯 那个不太像是有宝贝的味道 所以我对那个好ok 因此我们有点想要做 以后看你的脚这个食物 它是因为我们不太太 所以我们把那个脚都放完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干净水 虽然看 这就是 准备 之前比如说带我来吃的时候呢 他们的那个尖椒鸡蛋非常好吃 但是我今天在点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的尖椒鸡蛋 没有之前好吃了 但是也还是ok的 但是他们的尖椒呢 好像换了 之前就有点辣辣了 就真的很好吃 但是分量呢 其实也比之前的大了 就是他们的那个尖椒鸡蛋 他有鸡呢 是用小鸡做的 他口头很少 但是他小鸡我们吃不饱 我最爱吃他的呢 还是他的汤 加上一口鸡鸡 Jason超棒的爱这一个 我会非常非常推荐他们的茄子呢 就是因为 因为你知道茄子它很稀柔嘛 那我所以我通常做茄子的时候呢 我就会把那个茄子呢 茄子很短短 你要先用盐炮 然后这样的话 就会没有这么洗油 他们的茄子真的很棒 其实里面的干扁吃鸡豆 特别特别好吃 基本上是我全吃完 好饱 大概没吃太多了 所以这个汤是给你非常多 我不太爱吃 嗯 饭 我已经是第二晚饭了 第二晚饭了 还有他们的这一份的 南瓜饼超好吃 里面是青饼圈嘛 哈喽你好 我想要加点一个南瓜饼 我拜托你们一定要点他们的南瓜饼 因为他们的南瓜饼呢 里面不是空心的 里面呢你看 里面是十锡的 我现在一个月在冬天村呢 我们点了超多 然后那一天我吃了超多饭 你们知道这一桶饭吗 我一个人群肉干掉 真的 然后他们的一盘南瓜饼 最近只吃了一点点 其他没有全部吃药 还有什么 然后现在这次吃饭 他就超醉饿了 哇天啊笑着我了 他直接把这 没有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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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吃完 只有一半 他直接 他直接整个盘来喝 不错 不要喝完了 我只是为了 可以吃饭的 天啊 整锅烫都要喝完了 肉炒串 而且等一下我们还要去吃甜点 最近星期五有点不好 喜欢东西的顺利 哎呀不要喝了啦 他整过他都喝完了 喝完了 他咖啡超臭的 没办法 他上个厕所的话 整个房子 就像是那种你进了一个 毒气沼泽的地方 哇那味道我跟你讲 蓝与新勇就是 比他胖壁还糟糕 点赞超过一个月 没有份文匹 没有份文匹 好那我们两个要就去吃咯 旺盛姐要来了 所以等一下呢 我有点想要吃 酱瓜蛋糕 所以等一下会带你们去吃 对然后这家呢叫洞亭春 那如果你想要来尝试一下 这棵蓝菜的话 我就觉得洞亭春呢 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订阅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那如果你想知道 我更多的信息可以就用我的IG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哦 这家洞亭春呢 我们在这洛杉矶 位于sandegail群 捧馆馆这家洞亭春 对 那我会把它的地址呢 放在我的描述栏 如果你想要吃的话 可以直接copy 描述栏的地址 然后来吃 我但是谢谢大家 我 喜欢你的 有些人 你 我 有些人